婆婆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要想生活过得好 孩子当家得趁早 要想生活过得富 孩子必须得分开住 哎呦 你像多家了 我的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也想当家做主 你结婚的时候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你就是不说 真的吗 那我们家有什么值钱的宝贝吗 还真的有 还是个传家宝 走我带你去看 好 这就是你说的主场宝贝啊 是啊 这就是所物事挖掘机 使用方便价格低 能跑坑 能除草 发家制服 你离不了 看着不稀奇 用这么手脱皮 还宝贝宝贝 哎 不挂牌 不维修 小偷看了也不脱 不好油 不费店 双手艺 哪啥都能干 我不坏又不坏 还能传给下一代 妈 你还有别的值钱的宝贝吗 这个我不想要 哦 有还真的有 来跟我走 走 这里啊 五亩卢卜 这边 八亩土豆 以后都交给你了 我不干了 以后轻松了 不用干活了 头啊 我不送家了 这个家我屁大了 活泼 活泼 咱不干了吗 你给我伸个孙子 我就不让你干了 没有孙子 一天天都麻了 屁股不窄板的 那伸了孙子谁带 等上学了 谁辅导作业呀 你伸了我带 作业呀 你辅导不了 我辅导 你真是大老初戴眼镜 你装啥文化人啊 作业你辅导得了呀 咋了 四大名著 我倒背如流 啊 这三国讲的是泉 水浒讲的是乱 西游讲的是烂 红楼讲的是圆 三国是一群叛乱 水浒是一群罪汉 红楼是群方争燕 西游是动物泛滥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一个山头被招安 两块玉的被和欢 三个势力争听下 四个和哨来闯关 哎呀婆婆 你今天真是老母牛坐飞机 牛上天了呀 那这样 我问你几个小问题 你要是答对了呢 我就给你搜身子 你要是答错了呢 答错一题 你给我一百块钱 你看怎么样 行来 五大郎卖烧饼 是甜的还是咸的 这 诸葛亮见东风 那天是星期几 嗯 说悟空身上 一共有几根毛 这我知道一身毛 错 我问的是有几根毛 那你说有几根毛 一共有一百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根毛 我不信 不信你去搜搜呀 不管她 ů 线毛 帅